好,在这个单元呢,我们要讨论是Excel函数应用 计算各个员工工作时间长度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就是说我要计算每个员工呢 从上班时间到下班时间 他工作的时间有多少小时 9.22个小时 有没有 那这个注意到,这会扣掉什么 吃饭时间一个小时 吃饭时间一个小时,他是9.22 9.22 然后这边就变成10.10 因为 要扣掉吃饭小时 那我们从范例来看一下怎么做 范例来讲,我们要怎么做 第一个,我们要用等号 NOD 左括号 把下班时间去减掉了上班时间 算出来的结果,注意到 他会干嘛,要出1 豆点 要除以1 除以1来算出来结果就干嘛 他出现什么 0.43 1的话就一天 他这个代表意思就是0.43 一天的 0.43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值干嘛 再乘上一天的小时 24小时 所以算出来是10.22 10.22 然后10.22要特别注意到他 你的中午 吃饭时间有多少 有的公司是1小时 有的公司是1个半小时 如果是1个半小时 就减 1.5 如果是1个小时的话呢 就减多少 减 1 这样子 出来了 出来 然后我们把它点两下 就算算每一个的值 但是要特别注意到 我把它换成常用 就一般的 你会看到 这里面的数值呢 它是有的小数位很多位 那这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 你要抓到小数位数 第几位 比如我刷9.1 9.2小时 我只要抓到小数点第1位 那这时候你可以用什么 可以用一个函数 R O U N D 然后D O W N 我们把它用这个 然后我把它算到小数点干嘛 第1位 豆.1 算到小数点第1位 然后这时候注意到一件事情 它就会帮你刷小数点第1位 第2位 4舍5路 把它进到第1位 乱荡 乱 不是乱荡 因为这个量 我刚没有注意到 我多打了4个字 这个要注意到 乱荡 的话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是说 无条件舍去 我是要乱 4舍5路 4舍5路 所以这边9.2 9.4 有没有 直接那样子 然后我们点两下 就会帮你算出来 每一个的 每一个的 那这一面 特别注意到就是 它这个乱荡 这个函数是在帮你 干嘛 控制你的 位数要算到小数点第几位 第几位 只是为了这样子而已 那万一家你是用的是什么 乱 当 就变成干嘛 无条件舍去 我们把它点两下 就会变成 无条件什么看 9点 刚刚那9点4就变成9点3 第2位数 有没有 不管 我们只算到第1位数 后面的都无条件舍去 啊 那弯夹是 run up 就是无条件舍去 啊 进到小数点第1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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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注意到啊 所以呢 你要点两下 他就每一个都干嘛 啊 进位了 后面有第2位小数人就进位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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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